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 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方自12月1日起 对法德等六国实施单方面的免签入境政策 取得积极成效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 12月1日至3日 相关国家人员入境数量持续上升 六国共有近1.8万人次入境中国 日均入境人次较11月30日增长39% 其中有近7000人次是通过免签来华 占到六国入境总人次的39% 这充分说明单方面免签政策 确实给六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下一步外交部将持续优化签证政策 积极创造有力条件 为畅通中外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